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许一般还可以 一般说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形容词 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 只有通过这个滋滋不绝的努力 才能够成功 这个就是这个 表示坚持不懈的意思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七个单词 慢慢的非常慢性子的这样的意思 表示呢宽松慢慢的和这个 是相反的意思 表示性急的意思 我们看来例句 难得啊 难得呢度过这个慢慢的时间 难得度过这个休闲的时间 那不太冷是难得的意思 那么下面这句话呢 너무 적극하게 생각하지 말고 좀 더 느긋하게 생각하세요 너무 적극하게 적극하다呢是这个 느긋하다的反义词 着急的意思 不要这么着急的想 생각하지 말고 那应该怎么想呢 좀 더 再什么什么一点 再慢慢的想一想吧 좀 더 느긋하게 생각하세요 那么这个 느긋하다的呢 经常形容人的这个性格啊 比如说他的性格呢 느그 느긋てよ 느긋てよ 表示呢 他的性格非常的慢啊 慢性子这个意思 和这个 くっぱだ的意思呢 是相反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的第八个单词 是 궁금하다 궁금하다 表示呢 细致 仔细 细心的意思啊 这个呢 是我们经常 讲的一个单词吧 表示呢 细心 仔细心的意思 比如说 궁금한 궁금한 성경 非常细致的性格 那么下面呢 그는 무슨 일을 하든 궁금하게 처리해서 빈틈을 찾아볼 수 없다 那么那个人呢 무슨 일을 하든 등 表示呢 不管 不管 不管呢 做任何的事情呢 궁금하게 처리해서 都是非常仔细的去处理 那么这个 alse表示原因的 궁금하게 처리해서 빈틈 빈틈 是这个缝隙 疏漏啊 缝隙呢 这个疏漏呢 찾아볼 수 없다 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疏漏 这个意思啊 那么下面这句话呢 저 배우는 궁금하다 这个演员呢 非常的表演的 非常天一无缝 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细致 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呢 表示呢 细致 仔细的意思 叫做 궁금하다 嗯 我们看一下 今年呢 那么下面呢 是被希望的 是被希望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表示呢 被希望 众望所归 我们就说 param cicada 嗯 我们看最后一个 第十项 pongrupta pongrupta 表示麻烦啊 非常繁琐的意思啊 比如说 呃 这个程序啊 这个手续 非常的繁琐 我们就说 pongrupta啊 那么第一个呢 什么呢 麻烦 繁琐 复杂 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 例句 pongrupta 是什么呢 手续的意思 tsaltsa呢 是这个 呃 这个 手续的 这个秩序啊 非常繁琐的 手续的 秩序 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韦国语 送根 送根 和人 参考 的啊 韦国语 朝着 向外国 送根 什么呀 送钱 会钱 会钱的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的麻烦的 çam pongrupta 那么这个pongrupta 这个lop 为结尾的形容词 它也是一个 不规则的 所以在修饰后面的 呃 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lop 的这个up 去掉 变成这个u 对吧 u后面加这个ni 来修饰这个词 tsaltsa 我们来看第三句话 pongru 上的pongru 文 tsaltsa pongru 是法律 法律上的 非常麻烦的 这个手续 这个程序 那么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是这个凡人的意思 比如说pongru 文 爱 非常烦人的孩子们 孩子们非常的吵闹 pongru 文 爱 那么第二句话呢 第二句话呢 非常烦人的生活 大都市的凡人的生活 那么第三个呢 salaamderi po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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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tagata anda wattagata handa 什么意思啊 来来去去的 wattagata 这个要注意写啊 都是用过去式呢 来写的 wattagata handa 人们呢 非常烦人的 过来过去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 最后一个单词 pongru ta 那么到今天 现在为止呢 我们十个单词 就学完了 jero 各位 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各位 下期见 再见